委員,大家好 首先我有請我們內政部,陳部長 好,那個部長 陳部長,首先我請教一下 房價所得負擔比 從台灣最高你跟我練到最後 你有沒有這樣的資料? 有 好,快一點,時間有限 因為我問的問題很重要 我們在這個 台北市多少 台北市是15.01,新北市是12.67 然後陶族這個地方大概7點多 然後台中市是8.14 台南市是6.35 高雄市是7.34 所得負擔比的話 應該是幾倍最適合 我們 一般差不多5左右是最適合 喔,5左右最適合 好 這第一個問題 我要先了解一下 第二個問題 我要請教部長 你講了空屋利 但是你沒有發覺到一個問題 為什麼 有的人可以買好幾戶 為什麼有的人連房子都買不起 這為什麼 我剛才報告就是第一個 當然我們的所得分配 現在是有惡化 好 那我 好 所得分配喔 你再講 第二個就是 我們有一些人 在炒作房子 好 你如果這樣子講 我就覺得有一點不對啊 社會本來就是競爭的一個原理啊 有的人都買房子 他表示他有時候很牧利的工作 你怎麼講他炒地皮 所以在這空屋利裡面 跟台灣人齁 中國人土地私有財的觀念 如果你們用這樣的思維的話 會把經濟打亂掉 我跟委員幫 因為這裡邊參加很多人 他有沒有努力奮鬥 有沒有天天在兵 我們 贊成大家 傳統的觀念要有 有防 有防沒有錯 有防沒有錯 但是 但是 因為我們現在 不要把這個導致的觀念下來 但是我們因為現在 因為社會上現在有很多好處懶咒的人 在那邊 你們只是說 我不敢講出來 因為我講這種話 會得罪選票 但是事實很多道理就是這樣 有人想要去拚了 沒有 那是一部分 但是我說的是 因為你住宅 有些房子 有些用力就是大家要拚出來 大家一個成就在那邊 再來 第三個問題 我再請教你 年輕人出了社會 能不能馬上買房子 在世界的比例上高不高 大概也都是 不會一下子買房子 都是租房子比較多 那我們鄉下人來到這邊 我們也是租房子的 然後我們去打拚 我自己的經歷 我當過業務員 以前我在賣發電機 一部發電機可以買兩棟房子 那時發電機比土地還貴 現在土地貴起來 發電機越大越好 不在成本裡面很小 這個經濟的變遷嘛 所以要交到一個觀念 這些人沒拚沒人要吃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天下沒有不勞而後的 來到這個地方就是要打拚 一步一步打拚 但是維持一個合理的制度 非常重要 不是現在我看報紙在寫 媒體好像年輕人出來 就一定要白有房子給他 那以前台灣靠苦 勤奴奮奮奮奮奮 有沒有 現在變不像現在很簡單 台灣以前早進步 現在別人也在進步啊 這種觀念 你一定要先導出來好不好 是 不然會導致社會啊 這種思想觀念完全不正當 是 我想我們年輕人 當然我想擁有房子 是未來的夢 我不是不贊成年輕人沒有房子喔 上一代的打拚要維持下一代 要求有 再先求好 要有遠而進 以前騎摩托車 這樣打拚 哪裡現在有地鐵 不然大家都要舒服享受 覺得為我獨身啊 再來有一點 我再請教一下 人家說建築業 是火車頭工業 那個 欸 這個是誰管的 莉莉的話 那個是 彭那個什麼 哪一個單位 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管的 莉莉你管制啊 提高起來的話會怎麼樣 你來 你上來 我只問簡單的幾個問題 會不會對銀行有影響 我先問一下 提高莉莉的話 在台灣會產生怎麼樣的狀況 莉莉呢 阿包委員 就是莉莉呢 她的影響層面是比較廣泛的 好 對 我記得以前我做房地產 我做怕了 八趴九趴的時候 被搞垮掉 現在兩三趴 大家很輕鬆 大家買房子便宜 如果提高莉莉 用莉莉手段來壓制房價 會怎麼樣 台灣的銀行 像以前這樣的 貸賬那麼多會不會再產生 你跟我回答 簡單 你們應該有評估過 一個 到幾person的時候 會影響到銀行的貸賬出來 那都有走過 就是說 歷歷提高的時候呢 那個 我們的那個貸款戶 他的一個 負擔會 我要負擔會到 到時候會產生 剛以前很多問題啦 好不好 這個現在 大家不聽說 軟絲工 軟絲工這樣出來就一樣 這個評估包括也要出來 第二 財政部裡面 你加稅的時候 台灣資金 如果回來台灣的時候 你加稅 那些 你們講的什麼 豪宅的那些 買豪宅有什麼錯嘛 我有能力我去買嘛 錢還是留在台灣 為什麼要排外的現象 財政部咧 謝謝 陳委您好 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基本上 你記得喔 建築業是火車頭工業喔 是 你這台要下來的話 建築業會變成怎樣的情形 快一點 我時間有限 因為我好好言都要講了 我想說負總是要合理化嘛 好啦好啦 這樣我聽了就知道了 嘴裡講的 好好 來 利利 稅 再來就土地的供給量 那姚文智是我好朋友 雖然民進黨的 但是他廣告做得非常好 姚委員 他說要把松山機場 四百公順全部改為公園用地 我說姚文智你的理念非常好 你怎麼要拿一把 公共只要給台北大 這樣事情就該怪了嘛 有很多手段啊 新加坡 香港 中國大陸 荷蘭 都在天海造地台灣為什麼不改 你要解決問題就要大的手段底啊嘛 天天在炒這些社會公平針有用嗎 部長 是 你當過新北市 也當過台北市的副市長 我說今天啊台灣惹的厚 都是台北市跟新北市人惹的厚 最好的條件都在台北市新北市 有地鐵交通最方便 路要平不能給他跌倒 那吉鄉的鄉鎮要怎麼辦 這個城鄉差距很大 第二個 你們納稅都在我們鄉下裡面生產 來給你們還不繁殖 所以我非常讚 所以台北市新北市真的是厚人 要吃要喝要玩要熱 他要要吃最好最濕濕的 你有沒有想到我們鄉下的地方 全國的稅收都在這幾個地方 為什麼這兩個事不出來解決 要推給內政部 要推給國家 當一個市場他本來就有很多手段可以運用的 所以我們大家最好 不可以有這麼小的不出來 那我對紀國論剛剛所講的 我真的深深有感覺 寵愛三千幾億 你台北市跟新北市 你們還有什麼不滿的啊 有什麼不快樂的啊 我們鄉下要如何 所以我始終把中央機關把它搬到 剛剛講苗栗線我非常贊成 但是我不是很偏私的人 我都上過地方 南投線也可以 彰化線也可以 這個地理條件到台北市 坐高鐵一個鐘頭到高雄縣 一個半鐘頭 南投彰化大概就在這個地方 帶過來嘛 不要給台北人 新北市人享受得太習慣了嘛 呈向的差距很大 這一點能把它解決掉 還有一點 你說要施展人口 台北市的人口那麼多 大家找工作在那邊 要享受最好的 薪水便宜的 為什麼不到鄉下去溫度一下 製的又便宜 消費又便宜 這個心態完全不一樣 所有指張中央的機關 把它牽到這三個地方 來給它認識我們真正的鄉下 不要以台北人的思想 新北人的思想 說是台灣人的思想 我覺得你們高還沒有什麼道理 第二點 部長 你要說要打壓房價 要消房價 請太陽花運動的人 到台北新北市去抗爭 為什麼房價那麼高 你們講的社會機制 最不公平之一就是這一些 你們享受了那麼多 全台灣的政法都在你們這兩個縣市裡面 你們還不滿足 我們想一下 呼呼而言 所以請他們來抗爭 你中央搬到這三個縣 以後要抗爭的時候還比較少 買的價 台北市新北市人口 加起來幾百萬 那個手機按一按 我們來抗爭喔 好抗爭像算不一樣 很熱鬧 拉遠一點給他抗爭很困難 叫他要有思想一點 你看一起算得好不好 那你講啊 不要笑欸 我這個談出來問題很有意義 機關的這個調整 這個跟這個籤位 這個是籤色的比較 我跟你講籤色管不用怕 你一定要規劃 不然照天地 不然宋山機場 把他改了 四百公圈改一百公圈 這個都可以 你們都規劃了嘛 你們每次在談這些 我都想不懂 那這樣子啦 台北市如果在台北市不滿地 知道我苗栗線 然後高鐵一個小時 你交通會來補貼好不好 面目到大 我跟你說 那就是好命關係 永遠不滿足 我講給新北市跟台北市 給所有人把他登出來 不要以為台灣只有他們的 還有其他的地方 觀念一定要改變 部長 你對我的講法怎麼樣 您剛才提到的一個 這個有一些的見解 比如說包括 這個用 用 或許用交通會的補貼 來取代租金的補貼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來再教你一下啦 叫太陽化的血印裡面 誰比較熟 說到台北市去抗議高房價 這個才是真正的社會正義 我想這個 好不好 是 因為我們實在看了很多嘛 地方城上差距很大 有什麼不滿足的啊 你們出來有地鐵有最好的公車 有最平坦的道路還不滿足 什麼都最好看電影也看一流的 都在你們這邊還要這樣不滿足 鄉下的地方差別有多大 講這種話 不是說好聽說在生笑的 你們永遠困惹這兩個城市裡面 當為你們執政的一個思想 為什麼不大開大扣 想吃一套的方法 選票一時的 永遠都不會滿足的 我們鄉下人的憤怒都不曉得啊 只要叫做社會公平正義 每天最差的是台北市 新北市的社會公平正義 高雄市有沒有差 千來苗栗最好 因為我們才五點多 比你的五倍多 六倍的話更便宜 彰化好像是 六點七 南樓好像還七咧 所有那個地方最適合 可以考慮一下 我不是你說那個 不可以把台北市新北市成派的啦 以為台灣只有他們的 台灣還有其他的地方要去建設啊 中央政策改一改啦 好不好 要兩個縣市要求的就是 代表我們整個台灣的社會公平正義 思維改變一下 我敢講這樣的話 我們會負責任 我們已經是怒不可言了 好不好 你中央的政策已經偏談太多了 中央機關一過來 產業就移過來啦 還不然好康等人家 天天跟你抗爭 天天他們不滿意 但我苗栗動員 抗爭沒有那麼容易啊 好不好 時間也不會那麼快 一舉數得 好好考慮我的想法 你不要只有微笑 微笑表示你贊同 另外我們仔細也 帶著微笑說還可以啦 謝謝 好那個 這個 很厲害 都有